所以我们这一个单元的竞赛 就是一个图片分类的竞赛了 具体来说我们的竞赛地址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就是说竞赛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到6月26号 就几乎是还有一个月对吧 直播前的一小时 然后规则跟上次是一样的 就是前五名将会获得 我们的第二版的书的签名版 我们会签名说这是在竞赛 因为你竞赛成绩非常好得到的 然后当我们书还没出版 这个书的出版是一个很麻烦的 很难的事情 就是因为书我们有七八百页的样子 你要保证我们要仔细过很多很多遍 真的就是我放在网上 大家就容易一点 大家会可以持续改 那书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 仔仔细细每个地方改 希望我们这个直播完之后 我能够把整个中文版翻译过来 英文版也能定稿 这样子我们能够尽量让出版社开始 做多次的交易 所以我们到时候 所以我们先欠着大家 到时候我们会 当我们的书好了之后 我们会让出版社 把地址告诉出版社 出版社会直接寄过去 当然是说我们只有组队 我们上一次竞赛 大家都没怎么太组队 这没关系 就是说大家是个学习过程 不组队没关系 就组队的好 就是说大家可以讨论讨论 就是说不组队 大家自己玩也没关系 然后可以自由使用算法 你可以使用任何东西都没关系 我的建议是说 在上一次 因为我们相对的时候 有各种数模型 那比较强大那些东西 而且做隐藏模 在这一次 你确实是几乎是可以用到 我们书里面教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课教的东西 大家是可以 应该是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就理论上来说 你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 是只讲了一些基础的卷积升级网络 你可能会需要我们之后 直播的几次的方法 包括怎么做数据的增强 以及怎么样来用预训论模型 来加速你的收敛 让你训练更好 这我们之后的要做的事情 但是在目前为止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就不同的网络在这个数据集上的效果 就是什么别的东西都不做 情况下 看看可以对比一下 不同网络之间的效果 比如说不同的ResNet 比如说或者你可以用ResNet变种也可以了 而且是说 之后我们也会讲一下硬件的东西 就是说怎么样多个GPU来做训练 这个数据集不大 你单个GPU是能做的 CPU会吃力一点点 但是也是能做的 CPU你用很小的网络也是能做的 单GPU是应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来具体讲一下这个数据集 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数据集是说 你是用来预测 就是你要预测一些叶子 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个Data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这样子叶子的图片 就你要我给你一个叶子图片 你去预测这个叶子 它属于的种类 那个数种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一共有 一共有多少图片 一共有大概2万张图片的样子 然后你的类别数这个地方是 176类 这个类别数是不少的 然后我们保证每一类至少有50张图片 其中呢我们的50张图片被用来作为测试集 有个工榜和丝榜 工榜丝榜是55分 但最跟上一次不一样 我们工榜我们工榜丝榜就随机切开了 所以你在工榜上取得比较好成绩的丝榜上应该问题不大 除非你就是对着我的工榜那个 就是你的你就是你对着我的工榜调难呢没办法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问题不大 所以不会有一个时间上的区别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就是有大概你的训练样本是18000张的图片 测试样本是8800的图片 然后就是说我们是通过分类的精度来看我们的 accuracy 然后我的数据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 trend.csv的话 那就是有两个类 第一类就是你的 image image这类就告诉你哦你的训练样本上哪个图片 在这个文件夹下都放在 image 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你的第几章 我都是把你变成零一零零开始零点这拍的一点这拍的这么过去了 那第二类就是你的 label label就是反正是一个你也不用管它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一个一个英语的你那个树的名字吧 那我也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测试的话呢就是没有 label 了 就只有 image 所以你的 sample 的你要 submit 就是说你把那个测试拿过来 把它加入 label 这个 column 提交就行了 然后在最后我们会来就是看你的分类的精度 OK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跟你我们之前一直用的 fashion list 没本质区别 唯一的就是说啊图片可能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然后图片多图片没多啊 就类会多了 以前我们实类现在是176类 那这个类也还算好了 不算特别大啊 因为现在是1000类我们也叫170 所以也你也不要用到特别高深的技术来怎么处理啊 这种东西 而且每个类集也是相对说比较均匀的 你也不要特别考虑说有些类特别少也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都简化了大家的一些啊实际操作 但是反过来讲大家说就是说用一用我们试一试不同的网络啊 至少来说你体验一下怎么用跑一个在一个也还OK的数据上就是说大小还合适的数据上跑一下我们现在啊比较 modern 的比较长运的一些网络的感感觉一下感觉像 lost 的下降啊怎么调参大家感受一下 我觉得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啊练习 所以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啊 我们就是我们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之后会再讲两个技巧来提升你的精度 所以我们就是时间上放的是大概放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有足够多时间去去去找个找点GPU的资源 然后来测试一下OK这就是我们的竞赛内容